新北市革智中學被旁邊的住戶 多次的投訴說 這噪音非常的吵 經擾亂到鄰居了 包括學生平常會練樂隊 或是跳啦啦隊 甚至上下課打鐘的聲音 也被抱怨實在太吵了 而後來住戶還一狀告上了法院 籌償三十一萬元 法官認為提告的住戶 大部分的主張都不合理 但學校長期在早上八點之前 使用了室外的擴音設備 的確是干擾到居家安寧 最後判賠十萬塊錢 當當當當 美好時光不知不覺 鐘聲又在響 老哥哥磁江校園打鐘的聲音 描繪得多美好 卻有學校的鄰居抱怨 這是魔音傳導 我每天早上只要起來 我要不吃藥是沒辦法睡 就到外面去流浪 一直要撐到晚上 他們之前是十點我十點回來 謝小姐家住三重 與閣治中學 只有一牆之隔 不滿校方每天七點到晚上十點 總共打鐘二十九次 不只嫌鐘聲太吵 學生活動他也受不了 樂隊 鼓隊 啦啦隊乃至於練唱軍歌 學校都被申訴過 環保局後報檢測 謝小姐六十四次檢舉只抓到一次噪音超標 校長 校長得知他累積了很久的怨氣 曾親自出馬溝通 還是免不了哀告 要求排除侵害 新北地院認為學校早上七點十分到七點十五分 向學生廣播打掃結束回教室以及七點半打鐘 提醒進入早自習時間 這兩種行為長期侵害居住安寧 判陪精神衛斧金十萬元 我們的廣播現在對著民宅的部分比較少 大概已經都拿掉都可以說是零都沒有 對於學生在校活動是不是太吵 其實法官站在學校這一邊 只要沒超標就不算擾零 校方仍自我約束 相關活動盡量移到地下室進行 也因此謝小姐後續搜證噪音 只錄到打鼓的聲音 但已經看不到正在練習的學生 除了賠償 法院也要求學校 禁止在晚間十點到上午八點 使用室外擴音設施 校方對此不打算上訴 只希望打好社區關係 記者劉松林 王嘉慶 新北市報導